朱元璋要喊神算子的头,把他喊来,你算过自己能活多久吗? 元朝末年凤阳城出了一个有名的算命师,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奇妙,算逢算必准不少达官显贵,都慕名而来,不惜一掷千金,可这位算命师不,爱才只给自己愿意算的人,算朱元璋, 就是其中一位当时的朱元璋还不是黄,让刚刚和张世成打完一场大战,虽然朱元璋在战争中获得了胜利,但是心里明镜而视的,对方不论从人力还是策略上,并不比自己的军队差,这次赢只是侥幸拔了朱,元璋越想越不放心,正好听文成里,有这么一位算命师,于是将其请来希望算, 命师可以为自己算上一算算命师,一听使朱元璋请了二话没说就来了朱元,张将自己的疑惑,说了算命师端了端竹的面向说,而乃真龙天子必胜也,必尊也,意思就是说你打仗,肯定会胜利,你是真龙天子的命,必定成为九五日尊,朱元璋听后大喜说,往日若父必当报答,意思是往后如果真如今日所说, 我一定报答你,果然没多久朱元璋再战,争中大获全胜,他创立了明朝做了明朝的开国之军,然后朱元璋派人将神算找来赏金千两,还让他做大官,很以为算命师会喜不自胜,结果算命师,却都给拒绝了并且和朱元璋说, 以后我不算命了,我决定回归故乡过隐居的日子,朱元璋在三晚留算命师,还是不肯留下朱元璋,看他去意已决,只好放弃说,既然先生已经决定, 那我便不再多言赐先生一匹好马作于先生还乡用吧,算命师行了大礼谢过朱元璋,在回乡路上算命师,被一人拦下此人,不是别人正是明朝大将军蓝玉兰, 预知的算命师要走特意在这条路上,等候希望算命师,能为自己算上一挂算,命师想已经要收手不干了,就给他算算,就当做个人情,于是告诉蓝玉,你七天之后必有一劫妄大将军小心,蓝玉心想我刚打了胜仗,正是风光得意之时, 能有什么结束此挂,不准不准结果七天之后,朱元璋治了蓝玉的罪个,了蓝玉的职,并且听探子说,神算给蓝玉算挂时,说起归此时更是气不打一处,蓝一怒之下抓了算命师来问算命师, 你每天给这个算给那个算哪金,天你到为自己算算,还有多久可活神算,早知自己命数在此, 要不然也不会靠老还乡。